春 夏 秋 冬 辽阔的山林浩瀚的星空 工沸医师张维伦用八年时间 记录了返乡服务的生活风景 更在后来的十二年 往台湾各个角落延伸自己对大自然的喜爱 框住美好画面 新竹县政府原民行政处21号邀请张维伦 在今年三月刚落成的新竹县原住民族教育 文化产业推广中心 举办明南样衣游未尽 张维伦摄影展分享会 邀请族人朋友在疫情下 透过照片感受台湾山林之美 疗愈自己的身心灵 我觉得它给我们相当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爱护我们的家 爱我们的家乡 我觉得拍照会自己让自己输压 平常我们医生压力其实蛮大的 把我所拍的一些风景呈现给大家看 让大家去分享 张维伦说自己原本完全不会摄影 只因想要留住家乡美丽风景 便开始从网路书本学习摄影 慢慢钻研 直到拍出心得来 然而拍出一张漂亮相片 除了摄影技术跟设备以外 还得考虑天气 温度 时间等不可测量因素 你到现场去那边等待 然后一边等待一边思考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历练吧 就是说拍张照片是没那么简单的 困难当中但是得到的作品 呈现出来是美好的 是不错的 那我就觉得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张维伦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 翡翠绿宝石秘境 以及樱花的紫色梦幻 拍摄翡翠绿宝石秘境时 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拍摄地点 而樱花的紫色梦幻 则是张维伦亲自种植 15年后成长的樱花树 有特别的情感 虽然他是在外面学医 但到最后才是回来到部落服务这样子 然后看到他这些作品 感到感觉就很感动 就以回馈部落为出发点 来做我喜欢的事情 闽南洋一游未尽 张维伦摄影展将在9月30号结束展览 张维伦希望把回乡20年经过的风景 分享给都市忙碌的族人及民众 不只用医学知识治疗民众 也用摄影作品疗愈人心 有些新闻 怎么到是乌六新竹竹东采访报道 老大